徐少平委员不在场份,整案暂不予处理,请旅学章委员发言。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, 根据统计新竹科学园区每年产值已达1兆813亿元, 对大陆地区出口约750多亿元,进口约400亿元。 若新竹渔港转型为直航商港, 不仅竹科厂商能减少空运和拆卸组装成本1分之1, 而竹竹苗地区盛产的水蜜桃、柑橘和各种特色农产品, 更能透过直航销往大陆地区两岸物流转运, 更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。 所以本席等18位委员有建议新竹渔港系台湾与大陆地区距离最近之港口, 又新竹科学园区每年对大陆地区进出口贸易额高达1,150亿元新台币, 若作为两岸直航港口有助于节省运出成本, 建请行政院尽速协助新竹渔港转型为商业航空运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